永和民泉社區宜蘭一日遊 體驗動手做蔥油餅 用料當然是最有名的三星蔥 再加上超吸睛的紅白藍三色餅皮 使用紅麴 蝶豆花等天然色素做成 十足網美風 因為這是用三星蔥 所做的蔥油餅特別不一樣 因為我們以前做的就是白色 沒有其他顏色 這一次用了很多像蝶豆花 或用韓籍 用其他的顏色 去把它配的料 它是要做一百四塊的 你看 揉好的蔥油餅下鍋油煎 三星蔥的香甜味 預熱爆發出來 光用聞的就非常誘人 煎得焦香的餅皮 配搭口感細膩清甜不嗆的三星蔥 一口咬下滿足兩個字形容豐沛口感 好好吃喔 今天好吃 三星蔥特別甜 我是第一次做這個蔥油餅 很好吃 而且是三星蔥真的好香 之前我們社區自己也有做過 但是真的是不一樣 首作蔥油餅 對民權社區的阿公阿嬤們 並不陌生 是社區的常見點心 不平常的是用上宜蘭的三星蔥 還有少見的彩色餅皮 對大家來說都是全新的體驗 也透過飲食 對宜蘭在地文化更加認識 記者章魚科 宜蘭採訪報導 在地文化上宜蘭採訪 對宜蘭採訪 對宜蘭採訪 對宜蘭採訪